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汤 终于下播了 今天 下播有点早 11点钟就下播了 因为今天早起嘛 所以呢 有点困 就早点下播 早点休息 明天还早点起床 明天起床的时候记得 回早餐做个早餐先 小酒做早餐先 因为 长期不吃早餐 就是这种后果的 自己收拾一下 等下还要冲凉了 冲完凉 才要睡觉了 这个芳草 现在是 有点头疼 下次就不应该 帮那些老奶奶收那么多 应该像小酒说了 收一万斤 就差不多了 就是我们的 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就那一万斤嘛 后面就是看那些老奶奶 老了 然后呢 看他们挺可怜的 多收个四千斤回来 现在 就怕会不会砸到自己手里面 反正我现在每天去去仓库 第一时间看到那一堆帮助 有点头疼了 到时候如果是卖不完的话就只能 找个加工厂或者怎么样子 做成红薯缸再卖 也不一定 说不定是吧 过两天又卖完也不一定的 但是反正现在看到 这个帮手是有点头疼 这个是刚刚直播的时候生啃的 生吃的 生吃它也是甜的 如果是晒干的话呢 它就更甜了 这有点硬 生吃的话可能对胃不好 那给小酒装个水 给它泡个脚 因为现在天气冷 晚上把脚泡了烫烫的 可能晚上好睡觉 放点热水 给小酒泡个脚 小酒 你睡觉了吗 刚睡醒 刚睡醒啊 我打水给你泡脚 晚上天冷 泡下脚 脚暖点啊 那你出来啊 就我拿捅进去 外面很冷的哦 那我进去 那我进来喽 那我进来喽 好 还在躺着 这小猫咪怎么老 老爱跟人呢 走到哪里 他跟到哪里 我来泡脚了 我说是有点脸肿 脸啊 哪里肿不肿不肿 就这样 鸡蛋脸 是有点脸肿 没有脱 帽子 你没有拿毛巾啊 毛巾啊 不是啊 你先洗好先 怕坏得到开净 帽子都忘记涂了 要洗吗 要洗又坏了 那我帮你拿去 脚 怎么想着跟我洗脚呢 那现在天气冷嘛 麻烦洗个脚 脚就脚挺舒服的啊 泡 泡 不是很烫 不断 嗯 可以 他脚不够长是吧 是啊 不是一米八大长腿吗 今天不小心断了 八十公分 就是这 不是是短了 是不是短了八十公分是吧 一米也不对啊 原来是这个床太高了 没有啊 这个床刚好 那怎么腿短了 我太想按了 吃了没有营养了 多水了 不烫了 不烫了 刚好 这样子泡的就可以了 你洗澡 那你泡久一点了 那我我洗澡澡再给我拿水 拿毛巾给你 是刚好 那你泡一下哦 嗯 我去拿毛巾 然后拿脱 不洗完澡再过来拿桶哦 你看这个又进去了 进去没事吧 没事的 我把它挖一下 那我放里面门 来来就出来了 你放太冷了 不放啊 或者你你开门你在那里叫什么 小布甸 两个吗 小布甸 开饭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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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开饭 出来开饭吃饭 开饭咯 开饭咯 小布甸 开饭咯 那什么 等一下 小布甸 开饭咯 过来开饭 开饭吃饭咯 你再不出来 你老婆吃完了 出来 你老婆吃完了 过来 过来 这里不能进去的 开饭 开饭 睡着了吗 我怎么睡着了 又进去的吧 我怎么睡着了 小酒睡着了 我把水倒了先 刚刚洗了个头 本来 因为她们睡着了 我还可以 用一下她那个风筒 吹一下头发的 睡着了 怕她要吵到她 她的灯都没有忘记关了 等下就干了 吹一下就干了 她可能这几天太累了 看她那个脸色 苍白的那种 太累了 下次不给她 不给她那么累了 主要是要按时吃饭 都不按时吃饭了 所以呢 就这样子了 拿个毛巾擦一下 她们可以 那边偶尽 而且起的 碗子